切到按鍵的分析 你會發現切到按鍵最多的 排序的結果看得出來 這邊後面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配合樞紐分析圖 馬上可以看出來 這些資料都是台北市政府提供的 都在哪裡都在雲端 都在他們的開放 平台裡面 你就Google一下 那個什麼 開放資料 台北市的開放資料 一堆 舉凡這些東西都有 現在政府越來越開放 網路上都可以查到 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變出這些東西來 當然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它提供給你的不是沒有區的這個欄位 但是未來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 去畫出那些報表的資料的話 你第一個一定要產生什麼 一個叫區的欄位 那區的欄位你可以從什麼 從這個地址裡面把它切割 台北市什麼區 放過來這邊 OK 然後呢 所以要怎麼樣把那個區給 產生出來 所以也許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這個在我論壇裡面也有教到這部分 其實非常簡單 要不你可以用 如果有函數你就用函數 如果不能用函數 那你就用 VBA 其實 這個好像應該OK 很簡單 我是用MID MID從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就過來 有沒有區比較簡單 這個路可能比較難 路的話呢 有沒有 它剛好是在第六第七個字 有沒有 到路 不過路有的時候有三個字 有四個字 有沒有 可能比較更多的字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取 我這邊一樣用的一個公式 裡面的話 舉凡不就是用MID 不就是用FINE 還有IF 因為要產生一些錯誤發生 OK 那有這個路之後的話 有區有路之後 還有時段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三個字 做出什麼 哪一區 中山區 在440 好像都偏的 偏 比較北那一區 OK 然後呢 哪一條路呢 施切率最高 看得出來嗎 第一名是哪裡 南京東路 有沒有 林申北路 有沒有 這上面是 應該各位都知道吧 然後 明泉東 在附近而已 中山北 也在那裡 OK 內湖路 內湖有什麼 OK 反正呢就是 什麼時間最容易失窃 其實你會發現 最高的就是 早上10點 到 12點那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會上班 對不對 我是這樣猜 什麼時候第二名 就是大概晚上的 10點到 12點 為什麼這段時間 因為大家都睡著了 是不是 不見得吧 OK 不過大概就是這樣推測啦 我不知道因為 我們不是 只是 只是說我只是舉例 來說明 網路上太多這種資料了 只是說 你要怎麼樣快速取得 得到一些訊息 啊 這些其實都不用花 沒有寫任何VBA程式 只是用什麼很簡單 產生我們要的 這兩個欄位 配合什麼呢 有沒有 配合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很簡單嘛 這邊可以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你就把什麼 把這個區拖拉到這邊 再把區拖拉到這邊 就會得到這個 這個表 然後再插入什麼對應的那個圖表 就得到我們要的表 OK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把這個配合VBA 其實這個後面延伸性還蠻大的 自動產生什麼你要的報表 有沒有 你甚至自動去抓網路資料 自動產生報表 有沒有 你要幾個幾種報表都可以自動放在 各自的工作表裡面 這個是都辦得到的 OK 而且現在 基本上 很多 公司行號也都這樣在做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變成說 不需要重複做了 OK 所以這個只是舉個例子跟各位說明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我那個 在哪裡的論壇裡面 我記得好像我最近才貼的 在哪邊呢 在論壇 高階的那個 這個高階函數與VBA的論壇這邊綜合範例這邊分享 這邊就有提到 底下這邊好像就提到這個切到案件 或者你們可以Google一下台北北市的住宅切到的這相關資料 會得到這邊這邊有相關資料出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